近日 林瑞阳前妻曾哲珍在社交平台发文 回应林瑞阳张婷夫妻涉嫌传销备查的报道 她表示 媒体的报道不代表我的立场 而你们的留言不代表我的感受 相信没有人会希望看到周遭的人正面临困境而在落井下石 据悉 前不久 林瑞阳与卸任妻子张婷涉嫌传销备查 引发网友热议 事件发生后 网友纷纷到曾哲珍评论区留言表示 大快人心 大抽得爆等 说起林瑞阳 曾哲珍 张婷三人之间的纠葛 在当年可是闹得轰轰烈烈 曾哲珍20岁的时候就和林瑞阳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可是好景不长 林瑞阳随后和张婷合作戏剧 两人被曝光在戏外亲密 隔天 张婷在记者会上否认插足丑闻 哭到当场晕爵 曾哲珍却不这么认为 她直接喊话张婷为第三者 并表示欢迎林瑞阳张婷来告她 张婷 林瑞阳结婚后这些年赚了不少钱 曾哲珍一个人辛苦把一儿一女拉扯大 林瑞阳出世后 张子林瑞曾晒出一条动态 称今年是她最开心的一年 不知林瑞是不是一语双关 无论如何都希望网友不要再去打扰无关的人了 也希望曾哲珍一家幸福